公眾的路線下 就愛給你 UFO 各位親愛的聽眾朋友和觀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你準時收聽收看我們的塔瑟新聞 今天在現場仍然是我們的史丹麗 還有艾莉 是杏鮑菇跟蘑菇 我是艾菇 好我要講什麼呢 我要講我已經算三刷了吧 MOVING 你看了沒啊到底 他還是沒有 他在看別的 我還一直在看別的啊 我想要等他演完再一次看完這樣會比較好 不是我跟你講我要 其實也快演完了覺得有點傷心 對 因為太好看 所以我不是因為自己要二刷三刷 我就是陪著我們家人不同的二刷三刷 比如說兒子他要上課啊 那他上課的時候我當然都跟了 我怎麼能不看呢 這行為好像那個以前 如果要同時拔好幾個妹啊 然後就是一部電影 看三邊 怎麼會有這種聯想 你的人生經驗真的很豐富 他一定是有這種經驗 他一定是有這種經驗 所以我看到第二遍 第三遍的時候 我就想說天啊 我到底坐在這邊幹嘛 下一句我都會背了 你沒有突然講出來吧 第三個女朋友就懷疑說 你怎麼知道你好厲害喔 懷疑會編劇啊 好然後就因為比如說陪著兒子看 然後老公剛好有工作或什麼沒看 然後我第三遍再陪著老公看 那第三遍陪老公看 有一次是被我老公一句話激怒 激怒 他就激怒李維 然後不好笑 然後就我們去買東西的時候 他就說你看啊 像主角啊 他那個什麼飛來飛去啊 像那個配角什麼 我說誰是配角 他說就那個啊 就打來都不會死那個 我說他不是配角 就這句話我就被激怒 他就愣住 他說不是啊 他就那麼 我說沒有 因為你有兩劑沒看到 剛好有兩劑跟著他沒看 他說是嗎 我說對 他那也是 我跟你講他是影帝耶 而且你知道嗎 他那個什麼愛情故事 我老公在想說這麼激動 是為什麼 倒什麼雷呢 回去他本來要打電動 我就打開來了 我說 逼他看 你看一下 九龍浦的故事 你看看九龍浦那兩集 對 他看到他才知道說 哦 原來 原來這整個moving 是把每一個角色都寫得很細 對 然後其實 當然我們播出的時候 可能已經播了就是 我看到那個臉書上 有人在爆雷 就是那個 雜貨店的爸爸 金將軍 班長的爸爸 說原來最會打的是他 我心裡就想 哦 你怎麼爆雷 因為有預告 他們都會釋出預告 在播出後沒幾天 然後就讓大家很氣憤 因為要等下一次上片還要很久 他是兩個禮拜一次 一個禮拜兩次 一個禮拜兩次 哦 OK 兩次 我們之前不是有說 他算是迪士尼plus 終於有一部爆款的劇 對 有人說甚至就是 超越魷魚遊戲之類的 但也有人說 說無法超越是因為他播出的平台 不夠普及 但是也有人在討論一件事 就是說 那時候迪士尼不是說要 砍員工嗎 他說 如果早推出這一部劇 可能就 不砍了 但是現在推出有這麼大迴響 是不是對他們會有點幫助 但是有人說 其實迴響還是不及魷魚遊戲啊 真的嗎 因為平台的關係 因為還是Netflix比較多人看的意思 是是是是 因為Netflix那時候 遊戲是全世界 對啊 可是莫名我不知道 是不是也是全世界 我來查一下 我覺得應該這樣講的是說 好麻煩你查一下 應該是說呢 就是說 由於遊戲他點到 是每一個人的生存困境 就是不管你在什麼世界 你都要 你可能沒有錢 你這輩子都沒辦法累積財富 然後你想要 孤注一直分手 奮力一搏的時候 那每一個世界 不管是南美北歐或哪裡 都可能有這樣的經歷 對 那MOVING 他其實講的是 比較東方人的親情或愛情 對不對 甚至教養 對 你講的都是 你說像 九龍浦跟那個 沖咖啡的女郎 這個如果是歐洲拍 或美洲拍 早就上床了 對啊 那他們美 就是美在他們不上床 對 所以這個我覺得跟西方 可能西方人 啊 花惹什麼的對不對 就說怎麼會這樣子 在脫戲 脫戲 然後就不繼續看了 對不對 你現在查到嗎 查到 他在全世界的 迪士尼 Plus 前十名都沒看到 所以他是比較偏亞洲 我覺得 第十五名 因為他在 對 所以我就覺得是那個文化啦 對啊 對 因為我們感動半死 可能老外就覺得說 什麼東西 脫什麼西 對 太慢了 可是我們就覺得他拍攝方法 什麼那種描述愛情的方式 對啊 什麼兩個擦肩而過好美 什麼 兩個 極端 果然是文化啦 因為我現在看 各國昨天的第一名 都沒有摸餅啦 嗯 可是我倒覺得 漫威要看一下 嗯 怎麼能把一個超級英雄的生平 寫得這麼好看 這麼動人 而且 對 你像 像埃古他不是二刷三刷嗎 嗯 你是不是會看到更多的細節 對啊 你知道嗎 那時候我們已經算報過了 對不起 就是那個咖啡店女郎載著酒籠譜在逃的時候 對 他說我殺過人 他說我知道你一定有你的旅遊 你知道這句話誰講過嗎 誰 這個女的早就講過了 哦 對對對 對啊 對 在那個酒店 在房間裡面的時候 Motel裡面的時候 他他就說你都沒有 他有個男的說 你都沒有問我為什麼來做這道啦 對 怎樣怎樣 他就說 然後男的就說 你一定有你的旅遊 對 然後說他後來再回他這句啊 太感人了 太感人了 那我再插播一下 在這個禮拜 moving那個 第一名的國家就是 地方就是香港 然後台灣 新加坡 對 你看 所以我說是不是都亞洲 甚至韓國自己沒有第一名 日本有第二名 日本有第二名 韓國自己沒有嗎 沒有我沒看到 啊有 韓國也有 對對對 也第一名吧 韓國跟對台灣這樣 欸 我到底是誰 我認真到我這樣 還說欸欸欸 怎樣是不是第一名 很鋒利的眼神看 你說有第一名吧 壓力好大 沒有他刀子就射過去 我只是在爆榜而已 要一刀刀 sorry太入戲 所以事實上我覺得很難得 然後就像我 我就說 就跟我老公說 你趕快看 趕快看 哇整個真的做 他說哇真的是 就是把故事寫得很完整 非常完整 而且很多細節是 你回頭去想 對 才會想要再刷 他的聊天 你看起來像無意義 可是都會扣到後面的劇情 對 對 所以你就我說 爸你要注意這台詞喔 你要注意喔 然後後來我就說 讓我哭的台詞 待會要出現人 我老公說我去遛一下狗 我說什麼 哈哈哈哈 差點加辯 我懂我懂這種感覺 哈哈哈哈 有時候真的 就是晃過一個台詞之後 其實後面的戲都連不上了 對 而且他不是漫畫改的嗎 但因為編劇又是 欸我還去找欸 我還去webtoom上面找 結果沒有 沒有沒有在webtoom上面 對為什麼 漫畫家本身又是編劇 然後就很多人說 這個劇本寫的比漫畫還好 他就不知道做何感想 哈哈哈哈 但是他就不要畫漫畫了 對啊 他就直接當編劇 要漫畫畫的比較粗略一點 喔 沒有這麼細膩啊 但是其實我覺得 當然原型一定也是還是不錯 我覺得我還是要看過才講話 我在那webtoom上面就是 一直等不到江草 所以我就只好 嗯 看一些什麼 我跟教授怎麼了 什麼之類的 哈哈哈哈哈哈 那下午三點 其實先講到這個 對 喔自己在害羞 其實也沒什麼 我覺得欸你知道很多家庭主婦 是靠這種言情漫畫在尾聲嗎 是啊 可是沒有真的畫到什麼 那些都沒有 就是那種很害羞的談戀愛這樣 喔 撞到你的胸部說熱 所以有一陣子日本才很流行 那種什麼 午後人妻什麼的那種 那一類的劇情啊 喔偷吃系列啦 喔有那種 那我再去找一下 哈哈哈哈 咒緣什麼的 對對對 所以moving我們還是萬分期待 就是雜貨店的爸爸 是是是 對 然後班長也應該細分會增加吧 應該吧 好像新的兩集就是 他們要出來了 再講他們家 高中生要出來了 OK 好除了moving 我們還是繼續在moving之外 所以130 你是打算等他全部出完再一個 會不會這樣會比較好 欸還 我們兩個同時吃欸 你們折了一下是什麼意思喔 這個折的意思是 因為我覺得他的精彩是 你不要等 因為你不覺得 對阿我覺得有時候等了 每周這樣被我們洗腦很煩嗎 不是欸不要等 我以為是 因為我真的很不喜歡 就是你已經看到一半了 然後突然他都等一個禮拜 可是你要想 你已經忘了 可能你已經忘了之前在演什麼了 他其實已經快收了耶 我現在好像李美仙喔 自己講有沒有 不是你要 就是那個其中一對那個 李美仙 韓孝舟 還講movie裡面的女生 自己看綁一個小毛的時候 我好像韓孝舟 其實好好 他很像韓孝舟 韓孝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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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該這樣講吧 像我會回頭再去看的 大概除了我的出走 就是這個了 嗯 就是會回味耶 對 因為他很多東西 真的拍得很好 嗯 然後那種 唉唷就包括 算了不要再爆雷了 對啊 沒關係 我也會忘記的 但是 但是請問一下蘑菇 你覺得呢 你對這部戲還有什麼 哪些角色的期待 我真的覺得 他不是只有那個 愛情 或是親情 他甚至描寫那個 算是同事吧 同伴之間的信任 啊對對對 就是趙影城跟柳成龍 對 也很感人 就是那個信任真的是 一句話喔 就給你一句話 史丹麗你一定不知道 假設我跟他說史丹麗 就是as usual 跟平常一樣 對 然後史丹麗一定知道 欸我要回家了 哈哈哈哈 那掰囉 跟平常一樣 因為你就比方說 你看到一個 你平常一起出生入死的夥伴 被 被組織的人架住 然後他就很講義氣的 衝上去說 我要跟他一起去 因為我是他的夥伴啊 然後就說沒關係 他要單獨見那個 你去喝咖啡 對 就像平常一樣 然後就知道他的計畫了 他就知道了 他就這樣 他就這樣皺著沒看他 因為他平常不跟他喝咖啡的 對 他就覺得怪怪的 那是什麼事 然後他後面就執行了 那個很精顯的 完全執行了 用這種默契的朋友真好 真的 史丹麗 跟你這樣 你知道我要講什麼嗎 哈哈 你快睡著 沒有 沒有 你這樣的話 我想說應該就是 是不是要那個出國晚了 哈哈哈哈 Go 對 所以他就像你講 他不是只有愛情 對 描解人跟人之間的信任 對 信任 而且這信任還延伸到 呃 就算是有愛情的兩個人之間的那種 毫無保留的信任也是 嗯 非常 我非常喜歡那一段戲 嗯 就三個人之間的默契跟信任 然後又因為他們都是 就是算特務嘛 對 所以就很知道 比如說 你知道看到趙影城他們那一隊啊 就是有了小寶寶這樣很幸福的時候 嗯 就還是就面臨危機 對 然後你知道一般女人可能就會哭啊鬧啊 這樣 他就說你 你帶著孩子快走 嗯 就他這樣 嗯 他會頓叮一下 但是後來他們之間也是有暗號 對 對啊 你就會覺得說 哇 真的很難過了很痠 心裡 痠痠痠 你不會覺得嗎 嗯 他們要分別 對啊 而且他有很多很浪漫的 那種畫面 那浪 你不是對浪漫是無感的嗎 我都被點燃了 這一部點燃他的粉紅泡泡 哇塞 對 就是居然可以 他完全大 打來鼓井不聲波 哈哈哈哈 現在一直播一直播動 現在一直播一直播 現在一直播一直播 播不停 對然後星期三就很興奮 然後在那邊想說倒數然後看一下時鐘 說不要看不要看 又看會又看 然後自己在那邊嗨耶 但是你說剩幾集了 五集啊 剩五集 所以一個禮拜兩集的話 至少還有三個一半 你可以看了 真的 五集的話那你看講雜貨店爸爸可能又要兩集 對 雜貨店爸爸跟九龍浦啊 哦 對啊 那兩集 那剩最後三集要講什麼 而且他們要開始相認了吧 因為他們現在等於是不知道 各自作戰 各自在 其實在很鄰近的地方 而且自己的小孩都認識對方 彼此的孩子都是認識的 這其實也是刻意的 就是被安排到只有這家高中 願意收這些小孩 欸然後我要講一個事情 那個九龍浦的那個老婆 就是送咖啡的小姐 她那車禍是不是北韓的異能者造成 很多人這樣說 是不是 就說這個 她的車禍應該不是意外 你知道後來就發現說北韓有異能者 是不是很 那會不會現在就是到後來就變中國 也有日本也有台灣也有 一定有 台灣喔 這個我想一下 哈哈哈 但是他們說什麼訓練出來 我都覺得這怎麼可能訓練 對啊為什麼可以訓練 應該是天生有異能吧 對 我也覺得那句台詞有點怪怪的 因為他們在有一集裡面就說 聽說北韓也開始就是培訓 培訓 培訓異能者 是從夏令營開始 他們想說異能者 然後注入他的血 是蜘蛛人嗎 沒有培訓應該是 我覺得他應該是說 他們本來就是有一些異能的人 但是都沒有訓練過 他們可能找到這些 就發現了以後 對 找到發現這些之後 把他抓來 對抓來怎麼培訓 怎麼用這樣吧 應該是這樣吧 欸 我是夢見嗎 還是真的 我之前看了一個新聞說 北韓有流出就是 他們有在兵推 要打南韓 以上 以上言論是春福的立場 是春福的立場 沒有 反正這種兵推都是有可能 對啊 這本來就是一直都是有可能的事情 對 全世界都推來推去 但是我們就在 我們總是對神秘的國度有無限的想像 然後覺得他的力量超超級大 對 因為我現在又回想到一部殭屍片 那時候有講說北韓 MOMING可以連到殭屍片 對啊 從MOMING連到殭屍片 那個好像不知道是不是就是那個 什麼世界末日之戰的那個 他有講說北韓為什麼沒有蔓延開 你們記得這細節嗎 那是在我十八刷的時候注意到的 十八刷 你說末日之戰嗎 那個 他看了十八刺 他看了十八刺 對對對 很多殭屍在牆 殭屍都跑很快那個 以色列本來不是圍牆了嗎 後來還是被攻破了呀 什麼都被攻破 他們說北韓為什麼沒有被攻破 你們有注意到這句台詞嗎 沒有 為什麼 他說因為他把大家的牙都拔光了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我應該沒有記錯吧 我就八十八刷看到這句 我就oh my god 就只有他們做得到的事 這還蠻好笑的耶 極端的力量這樣就不會蔓延啊 對 只有他們可以這樣 看你怎麼咬 就是指甲也要拔掉吧 被咬了他們也沒辦法咬人 對 對啊 因為 但是牙齦嘛 牙齦 好 所以我們今天呢 在這一集還是推一下moving 就是說 我覺得吧 就是 我剛好看到陳慧玲導演 他 就是在那個媽別鬧了之後啊 其實還是祝福他早日康復 身體這個趕快康復 他在看癌 然後但是他同時也在看這部戲 然後他就說 這故事寫得太好什麼什麼 他說他都不捨得點開 嗯 然後我就留言給他說 點開點開你可以三刷 哈哈哈哈 對你看 我們 我們的心情是這樣耶 他播兩集 我們就少兩集看耶 這麼的 這麼的 開始有點 珍惜的啊 已經開始有沉重的感覺 我那天突然想到說 二十集 他已經演了十幾集了 就是快結束的意思耶 對啊 那會有第二集嗎 好沉重喔 不知道 我希望他們趕快來開一些營友會 嗯 我無愁主持 嗯 無愁無愁 拜託 我都顧你這句話要幫他剪掉嗎 對啊 要幫他無愁無愁 蘑菇要來推薦一個新的韓仲 我們之前不是有講韓仲嗎 對 然後韓仲還有一個風向是 他們會找很多年輕的男演員出國 嗯 以前就是找一狗票 BTS也有喔 而且是直接綁架 就那種什麼羅皮D去 人家就是他們播完去不都會有那種 呃 就是讓他們說喔收事很好 就獎勵他們去旅行嘛 嗯 有一次他是直接去綁 去 人家還在旅行的時候 就把他們綁走 然後就去出外景的那種 嗯 然後我今天要講的是 我在愛奇藝上面看到的一個 丁海穎 嗯 丁海穎大家記得嗎 當然啊 DP啊這麼帥 DP啊什麼什麼 請吃飯的漂亮姐姐那個 是 還有認識完啊 嗯 就是那種什麼 欸之前我講的 Tracer那個男生 嗯 那個男主角 他們兩個居然又來了 又是什麼 同一年生的 嗯 喔上次是什麼 這個好像也是屬龍欸 但是可能就是輪有差很多歲的那種 OK 好像是1988年出生兩個人 嗯 然後因為常常跑活動的時候 在後台就熟了 嗯 他們就一起去了 艾丁堡玩 哇 音樂節嗎 而且他們通常 沒有他們就是去旅行 OK 那我覺得 是被綁過去了還是自己去 沒有他們就自己去了 因為他們有先開會 嗯 然後我覺得韓國有一個風氣 嗯 我覺得台灣的演藝人應該很羨慕就是 什麼 他們這些偶像啊 是叫得動的 很愛喝酒 都沒有關係 所以都是啊 對啊不只韓國日本也是 每次看到他們在節目上 就每個新緣 比如說行緣結義什麼常識 然後每次都說 喔這個現場最喜歡喝酒 對 哇 因為他們兩個的目的就是去吃 去喝威士忌耶 台灣也很多人愛喝 但是 但是你一講出來就會被 對不對 我們還要講警語 對 我們還要講警語 台灣都沒有辦法 我們現在要講警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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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啊 現在還是要講 開車不喝酒 喝酒不開車 喝酒過量 喝酒不要過量 有害健康 我還接吧有沒有 有有有有有 那我跟你講一堆名單 這樣他們經紀公司會不會找我 對 一堆那個黃金陣容耶 他們兩個真的就是 就是看到 就只是從 比方說我機場巴士下 然後要到飯店的途中 看到有店 然後進去先吃了東西之後 就開喝了 然後兩個就 喔好開心喔什麼的 對啊 就是這樣才有趣啊 才自然真實啊 你看如果這樣可以的話 史丹麗都不知道做過幾檔節目 真的 真的 可以啊史丹麗 我幾乎看到每一次的節目 都有耶 那我們先去談錢啦 各種各種 先問這些酒廠 對 蛤 問這些酒廠啊 對對對 然後人家說我們已經夠有名了 哪需要啊 哪需要你們 然後又兩個都是帥哥嘛 可是他們出去旅行 然後沒在管的耶 嗯 就是沒有人幫他們形象管理吧 嗯 頭髮 史丹麗這樣頭髮算帥的喔 大家可以看一下 他這樣算帥耶 看下史丹麗的髮型 是陸小分幫你理的吧 陸小分 今日公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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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認識完 他的頭都是那種 亂到爆炸 然後他還會看一下說 喔 然後也沒在管 就這樣繼續 但他們真的喝掛的時候 那種吐啊什麼那些都有嗎 呃 我現在看到只有他們喝得很開心 而且他們兩個 酒量都超好 好可怕喔 然後都這樣一直喝一直喝 然後雖然有預算 嗯 就是可能 團隊會跟他說 你們每天的預算是有限的 嗯 然後他們第一天玩下來就發現 欸超吃耶 嗯 然後他們就說 其實我們超吃最多就是9000 嗯 然後就跟製作單奧說 那可不可以就是 不要算9000 只算我們吃了東西 嗯 然後他們就說好吧 那威士忌的錢就是我們提供 嗯 我想說 那應該是製入吧 對啊 我想說 可是他們 各種酒都有 所以這個節目的主軸到底是要幹嘛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可以一直看兩個人在喝 史丹妮你先做準備 你就告訴他 人家是偶像 然後咧 他的主題就是這兩個演員去旅行 就這樣 就這樣 兩個演員旅行中 就默契好的 兩個哥們 感情又好 兩個又都是帥哥 又是偶像的演員 然後都很會演戲的 嗯 然後又結伴去旅行 哦 那史丹妮如果你要找的話呢 對就是剛剛 剛剛的條件 我大概只有唯一一個就是感情好 沒有 沒有感情好的 所以又帥了什麼 沒有感情的 沒有沒有沒有 剛剛的條件 他是跟他老婆 這個條件都還OK 發心 我就就差一個感情好的人 可以跟我解釋 對 那只能跟GG啦 哈哈哈哈哈哈 我覺得你可以兩隊 就是那個 那個小湯哥跟那個小米 你們可以兩隊 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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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或是三隊 對對對 還有蘇惠倫那一隊 可以可以可以 就非常好看了 哈哈哈哈 一堆老人 好所以是推薦的就對了 對我覺得還蠻療癒 你又看帥哥又有美景 然後又看他們吃東西這樣 哦不錯 推演給大家囉 謝謝你今天的收聽跟收看 拜拜 拜拜 就愛點你UFO